申请大学为什么要写个人自传? 目的有三 一是显示写作能力 二是表达思想 三是展示自我 个人自传一定要注意有思想深度 注意从平常事切入以思考推进 另外,思想切入及思路推进方式要体现特立独行 切记与别人雷同 格局决定结局 态度决定高度 外在立身,内在立心 立身更多是对物质条件的追求和满足 立心是真正去思考自己内心 去了解自己的心智模式 个人自传还要能起到画龙眼睛的作用 让陆许人员读完后能串联起平时成绩 SAT分数、课外活动等内容 还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学生形象来 所以,短短几百字一定要注意内容窃提 突出重点及形象生动 就是一篇好作文了 近期锁定 周六晚七点故意一台及七点无限三台的天下纵横谈 态度决定高度 格局决定结局